咦,前面那两位同学,他们在跳舞吗? 妈呀,这这是僵尸,救救命啊! 我终于可以毕业了,同学们都走完了,我也要赶紧回家了。 明天将会举办毕业典礼,啦啦啦! 咦,什么声音? 是校长。 校长他鬼鬼祟祟的在干嘛呢? 谁呀,是鬼鬼祟祟的,没礼貌? 哈哈哈哈,校长是我,我跟你开玩笑呢。 你是谁呀? 我是玲玲啊,你不认识我了吗? 玲玲,玲玲是谁,我才不认识你呢。 没事,赶紧回家去吧,别在学校逗留。 好吧,校长。 对了,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,校长,你在这里干嘛呀? 你管我干嘛,我告诉你,不管你看到行,最好别说出去,不演的话,你就没想毕业了。 校长,我可什么都没看到啊。 一个,马下给我回家去。 好的,校长,这就走,这就走。 哎呀妈呀,校长今天是怎么了,莫名其妙地发脾气,不过他在饮料机旁边是要做什么呢? 我说的没错,确实有点鬼鬼祟祟的。 算了,这不是我该操心的,累死我了,赶紧睡觉去。 欢迎同学们参加音校毕业典礼,我是你们的校长。 你们即将离开音校去往更高的学府,我在这里祝贺你们。 现在每个人去自助饮料机,可以领取一瓶可乐。 你们赶紧去拿吧。 哇,还能喝可乐呢? 走走走,拿可乐去啊。 你们都拿到可乐了对吧? 现在大家一起喝吧,庆祝这神圣的时刻。 他们都有可乐喝,只有我没抢到,哎,我这是什么命呀? 代表这么神圣的时刻的,可乐我居然都没有喝到。 我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,有一个人不能毕业,那就是玲玲。 什么,这是什么情况? 校长,你说我不能毕业,我为什么不能毕业啊? 留我在你,就别想毕业。 凭什么我没做什么坏事,我的成绩也是是合格的。 别说了,就是不让你毕业,我的话就是命令,你必须照周。 真是气死本仙女了,那老灯也太不讲理了吧,怎么不让我毕业啊? 我的成绩是合格的,真是让人生气。 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,没有什么是一个叫不能讲的。 解决的,去咖啡厅喝点东西吧。 咦,前面那两位同学,他们在跳舞吗? 妈呀,这这是僵尸,救救命啊。 逃命啊,僵尸吃人啦。 你们这么追着我,到底想干嘛啊? 我的肉不好吃啊,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。 不行,我得去学校找老师帮忙。 啊啊,妈妈呀,怎么全都这样了? 你们又要干嘛啊? 别追我别追我啊,快跑快跑啊,救命救命。 终于甩开一点点了,真是累死老娘了。 我感觉我不行了。 怎么这么快就追过来了? 嗯啊,怎么办啊? 他们越跑越快,我使出吃奶的劲都甩不掉。 我爬这么高,应该咬不到我吧? 谁来救救我啊,我还不想死啊,我还没有老公呢,我可不想一年早逝啊。 一路上都是僵尸,转转看看有没有幸存者。 那里好像还有正常人,那好像是玲玲。 不好赶紧去救人。 玲玲,你你别怕我来了,我来救你了。 玲玲,你没事吧? 狗圣哥太好了,谢谢你来救我,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。 不过你是什么情况,你怎么也没被感染? 这个我也不知道,早上我起晚了,没有赶上毕业典礼。 结果刚出门就碰到了这种情况,不说这个了,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 好。 遭了我的喷气背包,怎么没动力了? 完了完了,好像没有了。 飞不高了,我们还是赶紧,用腿跑吧。 狗圣哥,我们马上就要被追上了。 我有办法了。 狗圣哥这玻璃够安全吗? 肯定没问题的,这可是我研制的钢化玻璃。 足足有十几米厚呢,神仙也进不来。 那我就放心了,终于能喘口气了。 快看狗圣哥,那不是校长吗?他为什么没有感染啊? 哈哈,你们都得被我感染。 这样樱花症就属于我一个人,谁也别想逃出我的校长情。 那好像不是真正的校长。 为什么这么说啊? 真正的校长,最开始就应该知道我的名字。 但是第一次见到他,他不认识我。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助饮料机,非常可疑。 那天我下课的时候想要买一瓶可乐。 但是饮料机发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,所以我就没有买。 然后第二天晚上,就发现这个校长在那里,鬼鬼祟祟的。 原来是这样,我因为睡过头了,所以才躲过一劫。 对他一定是假校长。 你的钢化玻璃,不行了啊。 玲玲,我们赶快跑。 城市是待不下了,我们去森林里吧。 好狗圣哥,都听你的。 他们一时半会,应该追不过来。 玲玲,现在我们该怎么办? 现在最重要的,应该是要找到真正的校长,或许他有办法。 有道理。 现在我们的喷漆背包只剩十分钟了,我们分头寻找,一定要找到真正的校长。 好的玲玲,我们都要小心行事,现在我们就出发吧。 校长,你在哪儿呢?出来吧,奇怪啊,这边都没有。 难道他不在学校吗?去茶室看看,他平时最喜欢喝茶了。 也不在啊。 我先来检查一下街道,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 这里都是后山了,校长应该不能在这里吧。 这就是校长。 校长,我来救你了。 玲玲,你怎么找到这里呢?外面没发生什么事吗? 校长是谁把你关进这里的? 还有外面的人都变成了僵尸,见人就咬,见狗就杀啊。 是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人,把我关在这里了,还有我们赶快走啊。 好校长,我先救你出去吧。 还我不愿看到樱花症,变成万简不复的地步。 要是被那个冒充者统计了樱花症,那后果简直不开思想。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呀? 你带我去我们鉴上最古老的城堡,那里有个温泉,我得利用那里的温泉去研击解药。 好了玲玲,你现在先去解救狗生,然后和狗生一起把僵尸沿到这里来。 到时候,我的解药应该也研究得差不多。 好的校长,那你在这儿小心,我先去了。 僵尸们赶紧跟过来吧。 拯救你们的时候到了,大家都跟我进来吧。 都进来温泉里来。 成功了他们不再跳了,并且智商也恢复了正常。 校长,你的解药太有效了,樱花镇所有的人都得救了。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,是你们拯救了樱花校园,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学生。 哈哈哈哈 大教杂 老师 老师 听到什么样子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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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随串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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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了我